今晚我们主要是看路加第七章 还有补充的是马太十一章 大部分我们是在讲路加七章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 会给我们比较多的一些细节 是在路加七章里面没有的 我们看到耶稣不但是显现他几大的能力 而且他有极大的怜悯 在路加七章有四个事件 每一个事件耶稣都显示出他的怜悯 那这四个事件 这些人都是在社会中所被排斥的 第一个就是一个百夫长 这是一个外邦人 这是一个罗马的士兵占领 以色列的时候 第二个呢是一个无助的寡妇 其实是在社会的最低沉的 再来就是世纪约翰 在这个时候呢 世纪约翰是在监狱里 以色列认为呢 世纪约翰有一个邪灵 没有人呢 与世纪约翰一同站立 只有一些少数的门徒在他一起 那耶稣呢 就为世纪约翰辩论 再来就是一个饭经营的女人 这个女人打破了香精 高末耶稣 然后耶稣原谅她的罪 在路加福音第七章 所有呢 的事 都是 强调 耶稣她 独特的能力 并且是极大的怜悯 A段 在地方上的长老 在加百农的长老 他们来到耶稣 他们向耶稣请求 为这个百夫长来请求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事情 因为犹太人不喜欢 罗马士兵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人 所以我们现在来读圣经 七章第一节 耶稣对百姓 讲完了这一切的话 就进了加百农 加百农在北方 是他的总部 我们要知道这个城市 因为耶稣来来去去呢 都是以加百农为总部 另外一个城市就在南方 是耶路撒冷 这次他回到了加百农 第二节 有一个百夫长 他所宝贵的仆人 害病快要死了 百夫长是一个罗马的官长 他是统治一百个士兵的 罗马当时占领 以色列 他们完全的厌恶 这些罗马士兵 还有百夫长 尤其是百夫长 是非常的残酷 他们呢 从以色列人那里 搜取金钱 用他们自己的权力 来逼迫他们 但是这个人很不同 他非常喜欢以色列 他有一个心爱的仆人 快要死了 马太福音第八章 他说到说 这个仆人呢 患了瘫痪病 甚至痛苦 快要死了 那是在马太福音八章六节 第三节 百夫长封闻耶稣的事 听到这个能行神迹的人 就托了犹太人的几个长老 这个是地方上的长老 不是在耶路撒冷会堂的长老 他求这些人呢 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 因为他不会来注意我 我只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 但是他会听你们的话 第四节 他们到了耶稣那里 就窃窃地求他说 很有趣的是说 这些会堂的长老 与耶稣之间的关系 又冷又热 因为当耶稣在 安息日医治 或者是 行神机的时候 他们就对他非常的愤怒 但是现在呢 这个罗马的百夫长 因为他给了很多钱给会堂 所以呢 这些长老呢 又来亲近耶稣 来希望从耶稣这里 得到好处 第四节 这些人说 请你来帮助 这个很不一样的罗马士官 第五节 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 给我们建造会堂 也就是说 他提供了 大部分的金钱 来建造会堂 大部分的罗马军管 呃 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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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 第六节 耶稣就和他们同去 离那家不远 百夫长拖几个朋友 也许离他家 也许一两百尺的时候 他们对耶稣说 主要不要劳动 这个劳动呢不是说是距离的远近 因为已经是离家很近了 但是他的意思是说我不配 这里就是如果一个犹太的宗教领袖 来到外邦人的家里的话 在礼节上是说是得到亵渎的 也就是说这样子他们就不能够再参与 犹太人的一些礼仪 所以 这个 罗马 百夫长 送他的朋友去见耶稣说 请不要来了 第二 因为这是一个犹太的法律 他们加上去的 因为这个 百夫长说 如果你来到我的家里 他们就会说 你是跟犹太人的敌人相交 这样子的话 就会让你在别人的眼中 受到批评 这是很有趣的 因为耶稣已经快要到他家里了 但是这是因为一个社会眼光的关系 所以这个 百夫长想 非常的谦虚说 我不要来劳动你 只要你说 一句话 因为我知道你是谁 我知道你是被神所猜拯的 我知道你和神的关系 第七节 只要你说一句话 你不需要来到我家 受到别人的批评 只要你说一句话 第八节 因为呢 我在人的权下 因为我是在凯撒之下 因为我有权柄 所以我就能够命令别人 做这个做那个 因为我在凯撒的权柄之下 我就按照他给我的权柄来做工 我也有兵在我以下 因为整个罗马军队呢 都要听我的话 因为他们就是在我之下 他这里所说的就是说 我知道 你对疾病有权柄 因为你是在神 以色列的神的权柄之下 所以只要你说 我知道就能够成 因为我知道你是谁 所以他完全的知道 耶稣基督是为神所差遣的 所以在加百农的这些长老 他们并不相信耶稣 这个白副长呢 他也没有 他也不知道圣经 他也没有宗教的训练 但是第九节 耶稣听见这话就吸气他 我想这个没有去过会堂的人 有没有受到犹太教 对于弥赛亚训习的这个训练 但是你怎么知道 我是怎么样的 在以色列的医治呢 所以耶稣说 你有这么大的信心 但是你却有一个这么清楚的一个看见 白副长说 我就是知道 你就是会这样做的 耶稣说 这是非常的稀奇的 第十节 那拖来的人回到白副长家里 那个瘫痪的仆人呢 就已经好了 第二章 第二页 在马太福音八章 那路加福音的七章呢 跟马太福音的十一章是平行的 马太福音的第八章 你要知道 马太福音不是按照的 时间顺序所记录的 因为马太福音的第八章 因为马太福音是按照主题来写的 那马太呢 也有讲述这个故事 但是他有加了一些细节 那在马太福音八章 十一节到第十三 路加福音呢 主要是为希腊人所写 那马太福音呢 是为犹太人而写 这里有一些 路加福音七章没有写的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耶稣听见就是希腊 跟从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第十一节 我又告诉你们 很多外邦人 都会来到我这里 从东 从西 也就是说 从以色列的东方而来 从以色列的西方而来 因为大部分的犹太人 都住在以色列 但是他说 列国都会来 找这以色列的神 而且他们呢 会坐下 与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在天国里 这里就说到 在复活的时候 一头作息 第十二节 凡有本国的子民 就是说在以色列人 是为神 是与神 互有盟约的 并且呢 圣经也是传与 以色列人民的 第十二节 耶稣说 就是说 唯有本国的子民 因为你们抗拒 拒绝神的话 就会被赶到外边 黑暗里去 在那里 必要哀哭切齿了 所以 耶稣就说 第一 耶稣对外邦人 的怜悯 不是光对 百夫长而已 而是神要对 全球的外邦人 施以怜悯 这里他说 从东从西 也就是说 从西方 或者从 从亚洲 都会有许多人来 在天国里 会与亚伯拉罕 同席 我们复活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 复活的 实在的身体 而且我们也会 吃 实际的食物 并且我们 与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我们甚至可以 跟他们面对面 一同说话 一同吃饭 第十二节 但是呢 虽然 你们是犹太人 但是呢 你们却没有 却拒绝了 神的话语 第十三节 另外一个原则就是 马太在这里强调 耶稣对百夫长说 你回去吧 照你的信心 给你成全了 第二段 这是 这一点 非常的重要 很多基督徒呢 对这件事情呢 掉以轻心 那神 所释放的 福气呢 是与我们的信心 相称的 有些祝福 在神给予我们的时候 我们 并不知道 就是没有 没有运用到 我们的信心 神就是赐福给我们 但是 有一部分就是 如果我们运用 我们的信心 神就要按照我们的信心 给予我们赐福 有很多人称这个 做信心的一个运动 但是许多人在信心运动里面呢 过分的强调 以及用这个信心呢 来 讹诈钱 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呢 就 完全 不相信这个 因为 他们认为这些人 只是来诈钱的 但是 我们要知道 这个信心的运动 这不是我在这里讲的 就是因为在 电视上面的一些 牧师 他们的所作所为 但是你不要 就是因为这样子 而撇弃了信心这一部分 因为 神说 如果你 遵从我的话语 运用你的信心的话 你可以见到很多的奇事 所以这一点是 非常在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现在 罗马字母三 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过的 就是一个 百父长 第二件事 就是 耶稣来到 拿因 约是25英里外的地方 他来到 拿因 在拿因的时候 已经有一大群人 等着他 不论他去哪里 哪里都有很多的人 等着他 我说耶稣呢 是唯一这个 没有照聚会的一个牧师 因为他不需要照聚会 不论他走到哪里 到处都有一大群人 跟着他 听起来好像是 他很受欢迎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 长期下来的话 这对一个人的经历 的消耗是很大的 所以是 耶稣真是一个主的仆人 他能这样做 第十二节 他来到的时候 有一个死人 被抬出来 这是一个寡妇的一个 独生的儿子 他的母亲又是寡妇 而且这是一个独生的儿子 所以 他失去丈夫的时候 是很大的悲哀 现在呢 又有更大的悲哀 他的独生子 也死了 再加上 他是在一个非常金钱贫乏的状况之下了 因为那个时候 是没有社会福利制度的 一个寡妇呢 没有丈夫 也没有孩子 当他年老的时候呢 会 有十分贫乏的一个状况 第十三节 主呢 就停止了这个 丧礼 主就发动了很大的怜悯 就像他对那个百夫长一样 百夫长为他的心爱的仆人 非常的伤心 那个仆人几乎要死了 但是耶稣呢 医治了他 现在他所医治的 他所遇见的这个 寡妇的儿子 是已经死了 所以他这里要做的是 要使死人复活 那医治那个瘫痪的人呢 是一个很大的神机歧视 但是使这个死人复活呢 又是更高的一个歧视 他居然对这个寡妇说 不要哭 第十四节 他看着这个少年人 这就是耶稣 他对一个死的人说话 他可以对山说话 他可以对一个物件说话 这些物件或者是人 或者是高山 都可以接受神 所给耶稣的这个奇迹 所以这里他就说 少年人站起来 所以在这个 这个少年人就活起来了 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与神说 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 兴起来了 这是真的 弥赛亚 就来到了以色列 但是以色列呢拒绝他 我们看罗马字母第四段 路加福音第七章 第三个事件 我对这一段是非常的关心 我要谦虚的说 以我的意见来说 这一段经文呢 大部分都被解释错了 就说施洗约翰在监狱里 而且他信心动摇 他不知道耶稣是谁 他怀疑耶稣是谁 所以他来问耶稣 但是我所说的是相反的 我知道施洗约翰是在监狱里 他知道自己会殉道 我知道 施洗约翰他心里明白 他是衰为 这个是从神给他的一个启示 现在施洗约翰呢 还有一些门徒 这些门徒呢 心对约翰中心 不愿意来追随耶稣 但是施洗约翰 要这些门徒来跟随耶稣 在使徒行传第九章 在现今的土耳其 在那里有一些门徒 过了几十年之后呢 这些施洗约翰的门徒呢 还是不知道耶稣 施洗约翰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要去追随耶稣 因为他是神的羔羊 现在施洗约翰 在监狱里 我相信 约翰 非常明白 他自己 就是要殉道了 所以施洗约翰 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要为我做一件事情 你知道耶稣吗 是的 我们知道 大家都在说他 你可不可以去问 你们可不可以去问他 为我问他 说他是谁 所以这些门徒 来到耶稣这里 问他说你是谁 他们的眼睛张开了 你就是那个 弥赛亚 所以他们回来 与施洗约翰说 他是弥赛亚 施洗约翰说 现在你们就明白了 那我们现在来读这个故事 第十九节 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 打翻他们到主那里去说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二十节 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 施洗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 不要以为说 这里是因为施洗约翰需要这个答案 而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要知道这个答案 所以他们问说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耶稣也明白 施洗约翰的心意 正当那时候 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 让虾眼的能够看见 这些瞎子的眼睛都张开 都看见了 所以这些门徒呢 就觉得很惊讶 二十二节 耶稣回答说 你们去把所看见 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 就是瞎子看见 瘸子行走 长大麻风的捷径 聋子听见 死人复活 这个是从以赛亚书35章 直接来的 有关弥赛亚的 一个预言的实现 任何一个犹太人 他们从小就知道 这一段讯息 所以这些门徒回到施洗约翰说 我们看到耶稣了 他所做的就是 以赛亚书35章 现在呢 现在呢 耶稣说 如果 为了我 你不被冒犯的话 那你就是有福了 为什么我们会为你而被冒犯呢 你不是刚让虾子的眼睛张开了吗 耶稣说你要记住 要记住这一点 如果你不为我得冒犯的话 你就有福了 这些门徒 这些门徒 回到施洗约翰那里说 他们按照 以赛亚书35章 弥赛亚所行的事情 他都行了 并且呢 耶稣也说 因为我的原因 你不被冒犯的话 你就得祝福 第三 人们呢 被神所冒犯呢 主要是两方面 一个就是神的作为 另外一个就是 神不施行作为 耶稣知道 神在这个时候 不会 释放施洗约翰 不会救他 因为施洗约翰呢 已经要从 这个 这个世代 渐渐的退出 在以赛亚书35章 瞎子能看见 瘸子能行走 以及以赛亚书60章 也讲到说 坐监牢的会得自由 既然耶稣是弥赛亚的话 施洗约翰应该可以从 监狱里面被释放 所以 这个里就 耶稣在 他行奇迹 还有行情事 的这个当中呢 他给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 在我们西方来讲 西方人来讲 当我们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让我们按照我们自己天然人的想法来看 就是什么事情就是越多越好 神迹其实也就是越多也越好 但是神说你要信任我的领导 有的时候我做的事情 你完全认为我应该是做相反的 你认为我该做的时候 我却不做 像这里 我就不会释放士气约翰 拯救他 在以赛亚书61章 也说到说 他会是 做监狱的 得自由 但是神在这里 就不是这样做 B 现在呢 耶稣对众人说话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施洗约翰他不是动摇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到圣灵如鸽子般降在耶稣的身上 他也听到神可以听见 人耳可以听见的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施洗约翰 耶稣说施洗约翰 是我爸爸 就是我天上父的信誓 是天父所差遣的 我很确定 父神会与施洗约翰 说他现在 以及将来的命运是什么 耶稣这里说 施洗约翰是 比先知大多了 既然他是 最大的先知 他信心是不会动摇的 24节 耶稣为施洗约翰辩护 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 是要看什么呢 要看风吹动的 芦苇吗 一个芦苇是 非常 细弱的一种植物 一点风吹来的话 这个芦苇呢 就会折 你认为施洗约翰是 这个被风吹动的 芦苇吗 那你们就不认识施洗约翰了 25节 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 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 那穿 华丽衣服 的人呢 是住在皇宫里面的 施洗约翰呢 确实也是在皇宫里 确实在皇宫的监狱里面 因为他就是那不动摇的 他不妥协的 希律王其实 对施洗约翰 非常的尊重 他也不愿意来 处决约翰 但是希罗迪亚 就是促使 这个希律王 来处置了 施洗约翰 希律王 主要就是要 施洗约翰呢 停止 来批评 他所做不对的事 施洗约翰在监狱里呢 他很轻易的 他就能够来与 希律王妥协 但是他没有 那耶稣说 他比先知大很多 二十七节 马拉基书说到 你读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 他说 神这样说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 在你面前 这个是天父 对耶稣所说的 我要兴起我的使者 我要训练他 我要拆拍他 我也要与他在一起 耶稣说 施洗约翰 比那有恩高的先知 更大了 他就是天父 所拆遣的使者 为我预备道路 他知道我是谁 他不会在压力之下的妥协 二十八节 我告诉你们 凡妇人所生的 也就是说 换一句话说 就是所有的人类 没有一个大过 约翰的 在地球上 所行最大的先知 但是耶稣在这里 停了一下 他说 让我告诉你 即使像施洗约翰 这么大的先知 然而 在神国里 最小的比他还大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有更大的一个特权 施洗约翰 是在一个旧约的时间 也就是在十字架之前 他是在所有的旧的 与神的旧约之下 最大的一个先知 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 在五行节之后 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 一个最小的一个基督徒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里面 有圣灵的内住 我们的特权 比施洗约翰还大 耶稣说 我们现在 讲完施洗约翰之后 我就是要讲你这个世代的 这些宗教的领导 施洗约翰是不妥协的 那你们呢 你们妥协吗 所以现在耶稣就是把他的 他的教训转到 以色列人的首领上 这些首领的 他们都认为 耶稣是被邪灵所赴的 在31节 你看施洗约翰在压力之下 不受妥协 那么你们呢 你们在压力之下 你们的反应 对神的反应是什么 施洗约翰是天父的信使 为弥赛亚预备道路 一个救恩的历史 在这个 在施洗约翰的那个世代 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转移 在这个世代 整个人类的历史 有了转移 这是一个非常 独特的世代 那个世代又会再来临 耶稣说 在31节 我对这个世代的想法 就好像孩童 坐在街市上 彼此呼叫说 第一群 就是以耶稣 跟施洗约翰来代表 那这一群 对第二群的小孩说 我们向你吹笛 在婚礼的时候 人们吹笛 或者是在 庆祝节庆的时候 吹笛 所以耶稣说 我们吹笛 但是你们不跳舞 你们不庆祝 我们跟你说 好的消息 但是你们并没有说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 转换生命的时候 你们并没有像这样 来反应 不但我们对你说 好的讯息 我们也对你说 警告的话 他说 我们向你们举哀 你们不提哭 也就是说 这里我们是在唱 好像在丧礼时候的哀歌 但是你们却不哭 我们给你荣耀的消息 你们不庆祝 我们跟你说 有麻烦来的这个讯息 很坏的一个讯息 你们也不举哀 也不哭 不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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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是好的消息 或者是坏的消息 都没有办法感动你们 这个世代也是一样 这个吹笛 还有这个歌颂 已经传在世上了 有奇迹 有 奇迹跟 神迹跟奇事的显现 但是呢 世人 没有反应 一个施洗约翰 还会 再来 就像在 施洗约翰 跟耶稣 的那个世代一样 但是神的子民呢 却不对 被这好的消息 或者是坏的消息 所感动 你们对施洗约翰的看法是什么 你们认为他来 不吃饼 不喝酒 他住在旷野 你们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 所以你们认为他是一个极端的 住在旷野被鬼附的人 所以当施洗约翰 他在宣讲 神国 的福音的时候 他介绍耶稣来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消息 那耶稣说 我来 三十四节 我不是从旷野来的 我不是一个像施洗约翰一样那种禁欲的极度的禁欲的人 我来的时候 也吃 也喝 我交朋友 但是你们却说 我是贪食 好酒的人 是税利和罪人的朋友 你们说施洗约翰呢 就是 太偏激了 那我呢 所以 耶稣说 我跟施洗约翰 我们传好的消息 我们吹笛 我们也传给你警告 传坏的消息 但是你们也不举哀 所以这里 耶稣说 第一个原则就是说 不要为神的作为 或没有的作为 而被冒犯 第二个原则 耶稣这里说 这个得到智慧 智慧呢 是由这个智慧的行为 能够变白的 像施洗约翰 以色列人认为 他是被鬼附的人 所以 以色列人就 完全 不注视 而 接受 施洗约翰的教导 但是呢 有一天 施洗约翰的智慧 就会被选先出来 如果相信 施洗约翰的人 他们的生命就会被转变 他们的行为呢 就是 他们接受了 施洗约翰的服饰 在 约翰福音 八章 四十八节 那边也说 他们认为 耶稣也是被鬼附的人 耶稣说 为我们所影响的人 接受我们事工的人 虽然在那个世代 为其他所有的宗教领袖 所摒弃 但是有一天 这些相信我们的人 神就会为他们辨别 辨白 他们会受到 永恒的赏赐 这些相信 施洗约翰 跟耶稣的人 有一天 他们的智慧 会被写明 第一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 在路加福音七章 马太福音十一章 马太这里又 多加一些 在路加福音 没有说到的 十一章二十节 这一节呢 这是 接续在 耶稣所说 那个吹笛 你们不跳舞 的那一段 之后 耶稣在这里 在加百农 说到主要 有三个城市 你记不记得 在加百农的 一些当地的长老 来到耶稣这里 要求耶稣医治 那个百夫长 的仆人 现在呢 耶稣就是对 这些长老说话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对我 或者施洗约翰的事工 没有正确的反应 二十节 他这里呢 就责备 这三个城市 他责备他们 这时候 耶稣 离十字架 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但是他在 加百农的时间呢 就快结束了 现在呢 耶稣 公开的 斥责了他们 现在耶稣 正在加百农 对 很多的人说 当他在 责备 这些城市的时候 他也就是责备 这些城市里面的长老 领导 以及城市里面的人 他说 因为在你们中间 所行的异能 不论是我跟施洗约翰 是用婚礼 或者是用丧礼 都没有办法 来影响到你们 耶稣这里说 格拉逊 你有货了 博赛大 你也有货了 所以这 一个是 三里往东 一个是四里往西 意思说 因为在你们中间 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 推罗 西顿 推罗跟西顿呢 是在 北方 在黎巴嫩 或者是在 叙利亚 推罗跟西顿 这些是 外邦人 是拜五项的城市 不认识神 如果 我在那些城市 所行同样的异能 的话 他们早就 披麻 蒙灰 悔改了 22节 这里他说 我对这一节 我还是不是 自己不是很明白 我已经想了很多年了 这里他说 当审判的日子 推罗 西顿 所受的 比你们还 容易受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当我们说到 审判的日子 也就是 主要 每一个人 都要 在神的面前 来负责 我们在里 说到 审判的时候 主要是对 个人的审判 但是呢 这个审判呢 也有 包括 是整个世代的 或者是 城市的 举例来说 堪萨斯城 芝加哥 纽约 这些城市 在不同的时间里 与神 从神这里 所得到的 要负责 我 我自己也不太明白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23节 加百农啊 我现在不是对 博赛大 或哥拉逊说 我现在就是对 我的总部 加百农说 有一天 你会坠落阴间 加百农的人 一点都不 不愿意听到 这样的讯息 这个从 拿萨勒来的 这个没有受过 宗教教育的 这个木匠 居然对我们 这样子的宣告 耶稣说 在 索多玛 或者格莫拉 所行的 这些 异能 若行在 索多玛的话 他还可以 存到今日 加百农的这个世代 到审判的日子呢 还不如所多玛 如果神释放能力 神就要求 有一个 更大的 一个反应 当人们 要求神 要给我们一个 大复兴 但是大复兴来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 更大的 一个责任 神给每一个 某一个世代的人 或某一个城市 所给的一个 复兴 在 末后 在神的日子的时候 都是要 神就是要来 查看 这些 得到大复兴的人 或城市 他们所负担的责任 另外一个原则就是 在地狱里面 会有不同的审判 甚至是在火湖里面 也会有不同的程度 在天堂也是一样 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 有些 基督徒会称为 是大的 有些会称为是小的 所以这也是有等级的 第四页 我们讲到第四个 事件 第四个呢 就是一个 行 奸淫 不道德的女人 恩高 耶稣 我在说施洗约翰呢 就是在那个时候 被人 当成是被鬼附的人 并 关在监狱里 在这里 耶稣 为施洗约翰 变白 他也对 施洗约翰的门徒 施怜悯 耶稣说 我爱你们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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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耶稣对这些 施洗约翰的门徒 虽然他们不愿意 离开施洗约翰 但是 耶稣愿意来 招聚他们 在这里 耶稣呢 进入了一个 法利塞人的家 他们在 吃饭 那这里来的一个妇人呢 是一个罪人 虽然这里呢 没有讲得很清楚 但是 一般都认为呢 她就是一个妓女 这里 她拿着 橙香膏的玉瓶 也就是说 在这里呢 她用的这个 香膏呢 是 她这个金钱的来源 买这个香膏的金钱呢 就是 她 卖赢的钱 38节 站在耶稣的背后 挨着她的脚 哭 眼泪失了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你有没有看过 有些人 哭的 有这么多的眼泪 甚至能够洗净 那一双肮脏的脚 这个 不是 非常不好意思的事吗 当你在 人家的家里 做客 吃饭的时候 有一个陌生人进来 开始在你的脚前 哭泣 但是耶稣呢 如此的与这个女人 有连结 这样的怜悯她 耶稣为她的心 而感动 所以你看到这里 有三种不同的心 耶稣的心 这个女人的心 还有法利赛人的心 这个女人呢 用她自己的头发 来擦耶稣的脚 而且呢 用嘴连连亲她的脚 把香膏抹上 当我在想这个情景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不能想象 当 他用头发 这个女人用头发 把耶稣的脚 擦干净了以后呢 他就用香膏抹她的脚 但法利赛人呢 就 觉得非常的 耻辱 但耶稣对法利赛人说 你不需要这样 因为 这个法利赛人 心里这样说 全程人都知道 这个女人是谁 你却让她 对你这么样做 第四十节 耶稣对他说 西门 我有句话对你说 四十一节 一个债主 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银子 因为他们无力偿还 四十二节 债主就开恩 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一个呢 欠了五万块 一个欠了十万块 耶稣说 我这两个人都免债 那耶稣说 你觉得 哪一个人 是比较能够感恩呢 四十四节 西门就说 当然啦 就是那个 被免债一万块的人 就更感恩了 所以耶稣说 你是一个宗教的领导 我是耶稣 是神的儿子 弥赛亚 在你的家里面 你们是宗教领袖 你们知道 所有对弥赛亚先知的预言 你们却认不出我来 你没有用水洗我的脚 这个女人用眼泪洗我的脚 你没有亲吻我 而这个女人呢 却亲吻我的脚 四十六节 你没有用油磨我的头 但这个女人用香膏磨我的脚 四十七节 原则就在这里 所以我告诉你 她许多的罪 都赦免了 因为她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 她的爱就少了 四十七节 赦罪被赦罪多的人 爱就多 如果那个人 他觉得他被赦罪的 只有一点点的话 他的爱就只有一点 我们看B 我们心里明白 我们被赦罪许多的 当我们往回看 你记得你被 耶稣呼召 你的罪被赦免的时候 你的心里就充满了感恩 但是那些 失去了 或是忘记了 二十三年 二十三十年之后 你忘记了当初 耶稣是怎么样赦免你的 那你就失去这个感恩的心 你就失去了 那个强烈的爱 我们的爱呢 是与这个感恩的心 有直接的关系的 当人们错待我的时候 我就抱怨 但是圣灵提醒我 你要回看 耶稣是怎么样原谅你的 因为 因为耶稣对你的爱 是远大过 别人对你的冒犯 因为耶稣对我的爱 跟我的赦免 是远大过 那别人对我的冒犯 还有错待 所以耶稣就对法利塞人说 你要搞清楚 真正发生的是什么事 第五十节 耶稣对你的人说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我们都是被拯救过的人 但是呢 我们并没有在平安里面行走 我们还是在这个定罪之下 罗马书十二章说 在耶稣里就没有定罪 我们已经完全被赦免了 所以我们要在平安中行 耶稣说 我的心 我的爱 是大过你所能想想的 亲爱的 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热情 一定要重新被唤醒 当人们冒犯你的时候 你要想到 我在神里所受到的恩典 是远大于那些错待 当神原谅我们 不要再受到耶稣 不要再受到撒旦的欺骗 活在定罪里面 要把这些呢 都挪开 要在平安中行 我要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在天国里面的最小的 要比施洗约翰更大 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 新约的一个时期 心爱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把 所有交给神的时候 在平安跟感恩中行 阿们 现在大家站起来 主 耶稣我们爱你 我们爱你耶稣 我现在要呼召两种不同的反应 神给我们说 这有两个圣经来的讯息 好的消息 婚宴来了 坏的消息 审判来了 但是在你们当中呢 是一个没有反应的 主说我真的要你 注意 你们不需要到前面来 我就是要你们 在所站的地方 你们的心里面 我们再来的这个世代呢 主再来的这个世代呢 在这个世上 会有一个很大的震动 还有一群人 虽然已经得到主的救恩 但是还是活在定罪之下的 主说 你要在平安中行 现在我要邀请 还有就是你们身体 需要得医治的 也可以到前面来 因为你很漂亮 你很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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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你很美丽 耶稣 你很美丽 主要你全心地来回应他 我相信我们现在正活在 是历史上最重要的这个世代里 I'd gladly waste it at your feet You're beautiful You're worth it all So beautiful Worth it all Beautiful Beautiful 神是怜悯的神 神是怜悯的神 Beautiful Worth it all 任何人 都能够服从 在像耶稣这样充满黎明的神之下 Worthy is the Lamb Worthy is the Lamb Worthy is the Lamb No matter No matter how small my own may be I'm giving you all there is to me No matter how small my own may be I gladly waste it at your feet The message of Luke 7 And He's so compassionate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He can help us in our weakness to respond You're worth it all He'll give us a second chance A third chance You're beautiful A hundred chances Worth it all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Worth it all Beautiful Beautiful Worth it all Beautiful Worthy is the La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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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thy is the Lamb